香港疫情每日新增感染个案持续跌至单位数字,估计清零的日子不远,现时市面的人流多了,各样消费活动已逐步回复,其中住宅物业交投更显凌厉。 这又再一次证明,物业创付能力仍坚韧,但由于租金反方向持续下跌,拖低了投资回报率,最终会抑制楼价的升幅。今年首季本港豪宅欲升无力,其中原因之一是租金跌幅达两成半所致。 论及豪宅,调查显示今年首季深圳豪宅赤价升幅达19%,升幅世界第一,上海及广州排第二及第三,升幅约16%,香港伦敦及纽约等城市,升幅排榜末,平均升幅3至5%,很明显,在港投资豪宅,已很难为财富带来巨大升幅。 按现时升幅趋势,深圳豪宅赤价,有机会于5年后超越香港,本港地产富豪,面对豪宅等物业市值升幅落后,家族财富升幅也只能停滞不前。 事实上,世界各地除香港外,地产界的顶级富豪越来越少,香港富二代能跳出地产圈继续发光发热者。 数目也不多,最新统计显示,香港首富地位今年以逆主,登上此位者正是电池科技公司创办人。 事实上,香港首富排名榜中首十位,半数以上仍以地产为主业,在面对新科技产业冲击下,不同新产业的领军人,将不断跡进排名榜前列位置。 传统地产商就只步进第二梯队的富豪圈,不转型就占被淘汰。 香港正面对激烈竞争,能否再上一层楼,就要靠自身努力。